马尔谷福音第九章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人中 就有几个在未尝到死位以前 必要看见天主的国带着威能将来 六天后 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旺 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 在他们前变了容貌 他的衣服发光 那样洁白 世上没有一个漂布的 能漂得那样白 厄里亚和梅瑟也显现给他们 正在同耶稣谈论 伯多禄遂开口对耶稣说 师父 我们在这里真好 让我们张搭三个帐篷 一个为你 一个为梅瑟 一个为厄里亚 他远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他们都吓呆了 当时有一团云彩遮蔽了他们 从云中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从他 他们忽然向四周一看 任谁都不见了 只有耶稣同他们在一起 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耶稣嘱咐他们 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后 不要将他们所见的告诉任何人 他们遵守了这话 他们遵守了这话 却彼此讨论 从死者中复活 是什么意思 他们就问耶稣 说 为什么金师们说 厄里亚应该先来 耶稣对他们说 厄里亚固然要先来重整一切 但是经上关于人子应受许多痛苦 被人轻慢 是怎样记载的呢 可是 我告诉你们 厄里亚已经来了 人们任意对待了他 正如经上关于他所记载的 他们来到门徒那里 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他们 经师和他们正在辩论 全民众一看见了耶稣 就都惊奇 立刻向前跑去问候他 耶稣问门徒说 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 群众中有一个人回答说 师父 我带了我的儿子来见你 他附着一个哑巴魔鬼 无论在哪里魔鬼抓住他 就把他摔倒 他就口吐白沫 咬牙切齿 并且僵硬了 我曾请你的门徒 把魔鬼逐出 他们却不能 耶稣开口向他们说 哎 无信的世代 我与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 我容忍你们要到几时呢 带他到我这里来 他们就把孩子领到耶稣跟前 魔鬼一见耶稣 历史使那孩子拘乱了一阵 那孩子便倒在地上 打滚吐沫 耶稣问他的父亲说 这事发生在他身上有多少时候了 他回答说 从小的时候 魔鬼 历史把他投到火里或水里 要害死他 但是 你若能做什么 你就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吧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 唯信的人 一切都是可能的 小孩子的父亲立刻喊说 我信 请你补住我的无信吧 耶稣看见群众都跑过来 就斥责邪魔说 又聋又哑的魔鬼 我命你从他身上出去 再不要进入他内 魔鬼就喊叫起来 猛烈地使那孩子拘乱了一阵 就出去了 那孩子好像死了一样 以致有许多人说 他死了 但是 耶稣握住他的手 拉他起来 他就起来了 耶稣进到家里 他的门徒 私下问他 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赶他出去 耶稣对他们说 这一类 非用祈祷和进食 是不能赶出去的 他们从那里起身 经过家里泪亚 耶稣却不愿叫人知道 因为那时他教训他的门徒 给他们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 为人所杀 被杀以后 过了三天 他必要复活 门徒却不明白这些话 又害怕 又害怕询问他 他们来到格法屋 进到家里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在路上争论了什么 他们都默不作声 因为他们在路上 彼此争论谁最大 耶稣坐下 叫过那十二人来 给他们说 谁若想做第一个 他就得做众人中最默的一个 并要做众人的仆役 所以领过一个小孩子来 放在门徒中间 抱起他来 给他们说 谁若因我的名字 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子 就是收留我 谁若收留我 并不是收留我 而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 若望向耶稣说 师父 我们见过一个人 他以你的名字驱魔 我们禁止了他 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没有任何人 以我的名字 行了奇迹 就会立即诽谤我的 因为谁不反对我们 就是倾向我们 谁若因你们属于基督 而给你们一杯水喝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绝不会失掉 他的赏报 谁若使这些信者中的 一个小子跌倒 倒不如拿一块 驴拉的墨石 套在他的脖子上 投在海里 为他更好 倘若你的手 使你跌倒 砍掉它 你残废进入生命 比有两只手 而往地狱里 到那不灭的火里去 更好 倘若你的脚 使你跌倒 砍掉它 你瘸腿进入生命 比有双脚 被投入地狱里 更好 倘若你的眼 使你跌倒 弯出它来 你一只眼 进入天主的国 比有两只眼 被投入地狱里 更好 那里的虫子不死 火也不灭 因为所有的人 都要用火 烟起来 盐是好的 但盐若成了不咸的 你们可用什么 去调和它 在你们中间 当有盐 又该彼此和平相处 摇焦 我去调和他 去调和上 你不过 让你放到 这度就会 说 都已放到 不过 别闹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